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独家出品 第194集 地球上 2060年9月12号 各位观众 我现在身后的江南第一意愿 就是八英雄中我们扬州的骄傲 罗峰的妻子徐欣代产所在的医院 据传 徐欣代产的病房 是第一意愿中最豪华的特等病房 单单预约费用就要200万花下笔 每月租费更是高达1200万花下笔 如果加上医护人员和安胎费用等等 估计徐欣在医院每个月的安胎消费 将达到数千万花下笔之距 据传 江南第一意愿院长说 罗峰的妻子徐欣 这次在他们的医院的消费 将给予最低的三折折口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我们的记者已经抵达江南第一意愿 据传 徐欣产子很可能是最近几天 而且根据我们的内部消息 和有关医生想办法询问后得知的秘密消息 据说 徐欣肚子里是双胞胎 之前所谓的三胞胎那是谣传 2060年9月15号上午8点15分 徐欣被推进了产房 江南第一意愿外面的媒体成员更是多得吓人 甚至于一些其他国家的驻外记者也赶到这里 要知道 当初的八英雄也只有罗峰妻子徐欣怀语 而罗峰牺牲 现在孩子要出生 当然令全球关注 全球各国无数网民 甚至于普通老头老太太都在猜测 罗峰都已经天才横移到那般地步 那么他的孩子呢 以后会怎样 虽然还未出生 可是罗峰的孩子已经成为了焦点 体型已经达到230米长金角巨兽 化作了一抹带着金色残影 在海水中迅速闪烁 正是在苦练军队空间 罗峰 罗峰 巴巴塔急切喊道 什么事 罗峰停下 巨大安心色猫子里有这一丝疑惑 喜事 大喜事 徐欣刚刚生下了两个孩子 母子平安 你的大儿子体重7斤6两 你的二儿子体重6斤1两 巴巴塔激动道 成为吞噬兽之后 失力提高是快 可是 灵魂和身体百分百契合之后 罗峰的灵魂也无法避免地 受到吞噬兽血脉当中 一代代传承自然蕴含的 暴虐 凶残 冰冷的影响 大半年孤独生活 血脉当中这些暴虐因子侵入 令罗峰比过去冰冷暴虐重了许多 可乍一听到这消息 罗峰感觉从头到脚 血液完全沸腾了 我有孩子了 我有孩子了 那种激动充斥灵魂 快了 快了 还有八个月 我的身体就孕育成功 到时候 就能回去看他们了 当在遥远太平洋海底 化身为金角巨兽的罗峰激动不已时 而地球上各国媒体 都在报道着这两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一来 罗家有罗峰的遗产 富可敌国 二来 两个孩子的基因 那是绝对的好 前途无量 三来 八英雄牺牲 两个孩子诞生 寓意也是更特殊一些 2060年 11月22日 早晨 平平和小海 乖哦 穿着白色毛衣的屈心 宠溺地吻了一下怀中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乌溜溜小眼睛 看着他们的妈妈 呵呵笑着 小手乱伸着 罗鸿国公新兰夫妇二人 笑着接过这两个孩子 徐欣啊 我们带平平和小海 去小区里逛逛了 公新兰笑道 好的吗 徐欣微微点头 目送着公公婆婆带着两个小宝宝离去 徐欣轻轻关上房门 走到卧室阳台上 阳台边上是书桌 书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徐欣坐在椅子上 而冬日的暖洋洋阳光照在身上 很舒服 徐欣面上带着笑容 一栋椅子 坐到书桌前 从抽屉中拿出纸笔 从小到大 在家族的教育下 我一直是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而且 最终 我也喜欢上带着一批职员 开创事业 打拼天下的感觉 不过 为自己的事业打拼很累 幸好 我有罗锋 在罗锋身边 我没有任何压力 他为我遮风挡雨 让我可以尽心地去开创事业 我很享受这样的日子 我也想这样特殊到永远 只是 没想到 我不怨谁 不过 真的 在这世界上 我没有了生存的意义 神活着 是为了什么 爱情 家庭 事业 我不知道 刀锋不在 爱情已经离我远去 事业 事业的心酸 我没有人诉说 事业的成功 也没有人和我共享 没有他在一旁 就算事业成功 也是苍白的 没有任何喝彩的 每当午夜梦回 我经常流泪 终于 我做出了决定 我觉得很轻松很轻松 心灵 仿佛前所未有的空灵 爸妈 哥哥 公公婆婆 你们都不要伤心 因为 我现在很开心 写完之后 放下笔 徐心抬头看去 透过窗户 看到小区中 罗红果夫妇 正抱着两个孩子 孩子笑得很开心 小孩 平平 徐心轻声道 你们才两个月大 还不知道什么 相信长大了 对现在也不会有什么记忆 徐心打开旁边笔记本电脑 调出一首音乐 那是大涅槃时期之前的老歌了 那圆润空灵的声音 带着丝丝羞涩 回荡在整个房间当中 这是一首大涅槃时期之前的老歌 王妃的 明天我要嫁给你 音乐声回荡在房间中 徐心也是轻轻哼着调子 走到旁边衣柜中 取出一套婚纱 为自己打扮 穿上婚纱 徐心轻轻哼着歌 笑容甜蜜 从小他是在大家族那种 竞争环境下长大 直至遇到罗锋 他才完全没有了竞争压力 罗锋就仿佛是一座高山 一棵大树 为他遮风挡雨 徐心不喜欢他过去的家 那个充满世俗 痊愈 金钱 竞争的家 他喜欢和罗锋在一起的生活 做自己喜欢的事业 和自己爱的人分享 心酸和爱人分享 快乐和爱人分享 多么幸福的日子 而现在 罗锋的离去 令他感到世界变成黑白 没有了其他色彩 再打拼又有什么意义 再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胜利没有人喝彩 痛苦无人去诉说 打扮得犹如新娘 穿着婚纱 徐心微笑着 静静躺在床上 甜蜜的音乐声 婉转流淌入人的心灵 徐心从旁边 拿来一个小瓷瓶子 从瓷瓶中 倒出两颗药丸 微笑着轻轻吃下 喝了一口水 混着咽下 闭上眼睛 穿着婚纱的徐心 甜静躺在床上 他手指还抚摸着 无名指上的那一个戒指 钢丝戒指 音乐声依旧在回当 他脖子上带着罗锋 送给他的平安服吊坠 那银色小牌子表面的密纹 却阴阴有着丝丝流光 流光渐渐亮起 这银色小牌子 缓缓悬浮起来 同时倒倒迷蒙的白色光芒 撒下 笼罩了徐心身体 穿着白色浑纱徐心意 笼罩在白色光芒中 宛如天时 忽然 银色平安服 竟然开始逐渐军裂开 顿时 白色光芒更加浓郁 无声无息的 银色平安服务 完全化为虚无 浓郁到惊人的白光 融入下方徐心体内 只见徐心皮肤都变得晶莹剔透 比过去更加有光泽 美轮美奂 美丽的动人心魄 所有飘洒下的白色光芒 完全被徐心吸收 而徐心身体表面 却仿佛有着一层流光 这一幕 持续了26分钟 全身表面隐隐的豪光 完全融入体内 一切恢复平静 整个房间 无比宁静 徐心依旧平静躺在床上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忽然 他睫毛动了动 睁开了眼睛 太平洋海域海底 一堆金属残骸堆放了海底 一头身体长度 达到280米静脚巨瘦 在这金属残骸旁 在那巨大的暗金色毛子中 有着冰冷暴虐 他提早身处 一股无形的空间波纹 笼罩周围去 顿时 那一堆金属残骸 刷得全都消失不见 罗峰 罗峰 巴巴塔清脆声音响起 显得焦急无比 什么事啊 罗峰问道 是徐心 徐心自杀了 什么 罗峰赶到脑子 一下子一片空白 血液完全冲至头部 海底中的金角巨瘦 暗金色毛子 一下子变得耀眼无比 愤怒焦急 隐含其中 这不是乱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是真的 巴巴塔连道 你这个混蛋 你不是说 徐心绝对不会有事吗 我当初说要通过网络 让你模拟我的声音和徐心通话 安他的心 你怎么说的 说徐心不会相信 只会认为是我死前留下的智能什么的做的 不见到我本人 他不会相信 好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 你跟我保证过 徐心绝对不会有事 现在 罗峰头脑仿佛要爆炸了 连说道 别急啊 我还没说完呢 他没死 没死 巴巴塔见罗峰这么愤怒 知道开玩笑过头了 罗峰一下愣住了 怎么回事 罗峰有些怒了 是这样的 徐心的确是自杀了 身体机能完全破坏 灵魂也要溢散 可是呢 当初我给你的所谓情侣平安符却救了他 也不知道他这么做 是倒霉还是走大运 这情侣平安符 真正的名字 是叫永恒之恋 永恒之恋 罗峰虽然得到传承记忆 却也不知道 这永恒之恋是什么 永恒之恋你不知道 永恒之体你知道吧 明白 罗峰道 人的寿命 比如行星级寿命为 一千年多一点 恒星级为一级云 宇宙级为十级云 玉珠级为一百级云 戒主为一千级云 只有成为不朽强者 才能永恒不死 从学徒九阶月升到行星级 有一种生命层次的月升 行星级九阶月升到恒星级 也是生命层次的月升 每一个关卡都是生命本质的月升 儿童级别内 比如行星级一阶和行星级九阶 实力相差数百倍 可生命层次是一样的 寿命也是一样的 生命层次月迁时 全身基因会有一个翻天覆地变化 这是身体在月迁 人的灵魂可以活得很久很久 一般可以保持一千级云 然而身体本质上是有限制的 就算医疗再好 到了一定程度 也会完全衰老死亡 行星级肉体 能保持一千年多点 恒星级肉体 保持一级云 直至戒主 戒主拥有体内世界 有体内世界吸收外界能量 在源源不绝供应肉体情况下 肉体不会衰老 这时候 寿命就看灵魂了 灵魂极限是一千几元 所以 戒主的寿命是一千几元 只有超脱戒主 达到灵魂本质月迁 才能永恒 行星级 恒星级 宇宙级 寿主 戒主 生命层次月迁是主要的 而戒主到不朽 却是灵魂的月迁 在忙忙宇宙中 有一些奇特种族 天生永恒之体 他们的身体永远不衰老 直至灵魂完全衰老死亡 才会死 他们的身体 为永恒之体 宇宙是公平的 赐予他们天生永恒之体 也令他们 永远无法修炼提高 如果想要修炼 只有抛弃原先的身体 进行夺射 虽然无法修炼 可永恒之体的诱惑 罗峰 你想想就能知道了 比如有些不朽强者的孩子 是宇宙级 可能寿命只有十级元 他们当然愿意将自己的孩子的灵魂 获得永恒之体 罗峰点头 失力无法提高 可以活上一千级元 也就是 一千零八万一千年 也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宇宙中 不朽强者 或者一些强大国度 通过各种方法 研究那些种族的永恒之体 最后 从永恒之体中 提取一种奇异基因物质 而后 封存在冷银中 就成了那银色小牌子 也是宇宙中 极为昂贵的永恒之链 毕竟 一具永恒之体 才能提取一份 罗峰顿是明白 天生永恒之链的种族 在宇宙中恐怕很可怜 宇宙中 有权有势的很多 寿命是无数人追求的 夺射秘法是一种 可是夺射秘法 一来很珍贵 二来 很难修炼 罗峰 你也是靠你老师的 传承魂印 改造灵魂 且由你老师的传承 才能施展夺射秘法 要得到夺射秘法 且学会 丝毫不比购买一份 永恒之链难度低 且夺射的肉身 一般都比自己原先肉体弱 最重要的是 夺射有风险 说不定 反而自己完蛋 哪有永恒之链好 一份永恒之链 可以直接将 原先身体 改造成永恒之体 当然 成了永恒之链后 再也无法修炼 如果要修炼 只有抛弃永恒之链 进入其他的身体 那种奇异的基因物质 只能从 天生永恒之链中提取 像徐心这种 改造后的永恒之链 是无法二次提取的 罗峰微微点头 也对 否则一个改造永恒之链的人 活了一千万年 快死了 让人再提取 基因物质一次 那简直是做梦 你是说 徐心拥有了 一千纪元寿命 罗峰忍不住道 对 而且 他的身体是不死之身 要杀他 只有毁掉他的灵魂 永恒之链 虽然珍贵 可以你老师身份 储存几份永恒之链不难 让你带着永恒之链 其实是你老师 死前安排好的 就算肉体粉碎 可靠永恒之链 改造你的破碎身体 依旧会凝聚在一起 这是保命的绝招 不过 担心你仗着永恒之链 就没有危机感 起不到磨练作用 所以 我一直没告诉你 永恒之链的效果 可没想到 最后你竟然舍弃肉身 施展灵魂攻击 永恒之链也救不了你 罗锋笑了 松了一口气 还好 也算是因火得福 毕竟罗锋很清楚 徐心都没能成为武者 就算仗着草木之链 木牙精等等 无数宝物硬是撑到行星级 也到顶了 而现在虽然无法修炼 可是却拥有了永恒之体 各位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